主席有请我们高部长答讯 请部长 林委员早 部长早 我想国防部 就是在这个业务报告里面也提到 要涵养武德修为 厚执精神的力量 但是在现实上我们看到的是 不断的发生一堆共铁案 这个其实是我想部长也讲了一些重话 对这样的事情觉得 其实对国军的士气打击很大 我想对国人对于我们国军的一个 其实观感也是很负面的 我想从先前的这个罗贤哲少将 到最近的这个陈竹帆退役中将 还有在追查中的 我们前国防部的这个国会联络处的吴金骏少将 还有前海军的146舰队长 许中华少将等等 这些共铁案或类似啦 或疑似共铁案 在这个我们国军内部的发展 有两个趋势 一个是数量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是层级越来越高 我想请问部长 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这个向委员报告 只要有任何的集队状况 任何一方都要尽租班的手段 获得情报 所以刚才讲 这个从96年的危机看 我们当初有获得情报 所以才晓得当初打的是什么样的弹 再往前推 从徐邦会战也好 从当初来台湾的作战次长 都是共铁 所以可见啊 双方面的情报战方面 从来大家都没有停 休兵过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所以彼此之间都会运用相关的 这些各种力量 获得 对但是力量就持 就比消 比长我消嘛 其实我在国安会待过 李同总时代一直到民进党执政 当时英中文 秘书长 我想不管从当时的军情局到国安局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军情单位 这整个这样的一个品质 事迹 都是非常高的 我们确实 透过各种的方式 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情职 来预防一些战争于无形 但是也看到我们现在的国安局 这当然不是只属于国防部 我说国安局几乎 很大规模的幅度的范围的 其实是被接触 被渗透 被利用 所以我们现在国军的安全是出在我们内部 我们对自己的人不放心 可能国防部的军情局所得的情报 送到了国安局去后 搞不好总统还没看到 是在中南海的习近平先看到 这个东西会害死人的 我们也知道说当时在96飞带危机 在这一个刘连坤 是 少将这几个案子 他们最后的下场 也是牺牲了性命 所以这样的一个 其实两军作战 这不可而系 这个是真的 所以对于这个现象 你刚刚讲的 没有讲到回答原因 你刚刚讲的 当然都会有情报板 情报站 原因是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今天 罗贤泽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被吸收啊 所以我们什么时间被发掘 被移送法办啊 表示说我们现在这些案子 表示说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 这种压力是存在的 可是我们对举发 或者是侦察这方面 并没有放松 第一个我们自我检讨 是必然要做的 第二像最近刚才委员提这几个案子 1146舰队等等 这是我们接受到这个讯息 发现的问题 像检调单位提出来 这是我们主动 后来发现了他的 他的这个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这些并不能现在就决定 他们有没有罪 或者他们有没有犯行 每个案子都必须要 就事论事了 我了解 所以委员提醒我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真的有检讨的空间 我要问你哦 要检讨改进必须找出原因嘛 是 原因在哪里嘛 是呢 保皇工作做的越来越差 长官的督导不周 还是受到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还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我们的三军统帅 在今天的成多 这个两岸的这样的毫无心防的 在交流的情形之下 这些事情啊 国防部啊 你们的检讨原因是什么 我不是要你去讲你的作为嘛 你的作为当然有侦测到 但我可以跟你讲啊 从统计学上来讲啊 你侦测到一件可能存在了一百件耶 对 所以这个严重程度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讯号 我要问你的是 你了解原因是什么 你的作为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原因好不好 所以今天问题就是说 所有这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对方对我们的各项的管道 你说对方越来越厉害 我们没有进步 他运用的各种方法很多嘛 以前比较单纯啊 以前没有接触 没有来往 现在两岸的接触 所以你认为这个趋势 只要对方越来越厉害 我们就必然哦 我们会越来越被击溃哦 不是越来越被击溃哦 不是越来越被击溃 你这个讲法如果成立的话 这个结论是这样啊 今天就是 现在的 以前没有 以前大家没有这一个 在这个解研以前 有这个 所有的各种做法 各方面的保防 各方面比较严密啊 反正你认为这是操制在 别人啊 不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检查 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的有没有其他 什么原因是我方的嘛 对我们现在新防够不够 全民的国防有没有拟据象星 今天会不会彼此的 也不是用问号还问我会不会 你认为新防 瓦解是不是一个嘛 但是国军 不是国民的新防 我们的国军到了 退役的中将 像委员报告 退役的人不是国防部管 我知道 有些他是决定眷属 他现在手法不断的在翻新啊 透过境外 透过他的周围的人员 好 今天 并不是直接 找到我们军方的人员 他通过关系 对方越来越厉害啦 我要告诉你啦 两个 这个武术的人在比武 对方进步 我们没有进步 我们就是输嘛 我要部长的去说 我不是去讲对方多厉害说 我们这个情况跟趋势 如果越来越严重啊 我们真的是很担心 连美国都很担心 现在美国跟台湾的整个军事合作 很多方面的事情 他当然会考虑到这些事情啊 我举 你刚刚讲到说 因为好有一些 我们也很担心美国啊 比方说那个 危机解密很多话 从他们传出去的啊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那个要 那个是另外的事实啊 那个兵要判20年的刑啊 也是一样啊 是啦 美国的兵也会泄密啊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只对一部分啦 那个是美国的危机解密 不是美国公布的嘛 全世界都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啦 那个 这个其实部长 我是要你去面对问题啦 是 记得去解决它 当然 我不是说 要你去 因为这去引起到台美合作的某一些 是 信任啦 这个其实他们也提醒过我们 不是没有 那比如说以吴京俊少将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也很熟嘛 我想包括当时这个 我们的这个 推动过的国防六法 所以 他你刚刚讲说有一些是因为亲属 因素嘛 这就是一个因素嘛 对不对 现在并没有 现在问题我们是做预防 他现在个人有没有涉案 还在查证当中 目前没 你突然就把他调职到陆军的教准部去当委员 他本来是要调聚都已经带 跟大家 就是 说再见以后到这个马祖啊 好 哎 这个 这样的一个瞬间的变化这对一个军人来讲影响多大 我想委员报告他原来的工作啊 是按照计划 后来他的家属有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委员你是我的位子 你还会把他按照预定计划放到马祖吗 好 比如说他的家属是很确定 但他个人因为是有关系人啊 他不确定这个 查清楚以后 我们再决定他以后的派职嘛 对啊 那如果没有他没有的话 你还是要 把他派去马王部当参谋长嘛 那看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那多久时间可以查清楚 现在看案情的发展 那你总是要有一个目标 你总不能一个人为在那边 这个 等个三年吧 也不一定 现在看侦查的最后状况 当时是什么考量要派他去的 就是 委员都说他表现很好啊 没有啦 就国 就国防六法啦 我是 我是称赞部长 部长在称赞你的部署 我说 这有人推荐吗 他们年班本来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很多同学都 担任重要军职了 所以他时候到了就对了 正常的时机 时机 常常的时机 宁国前十六年班毕业的 现在担任重要军职 都是正常的规划 其实啊 对部长 能够 零 零 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啊 做危机处理啊 预防啊 把它调死啊 我这点是肯定的 谢谢 这本来就是一个 部长就要果断 因为 万一啦 如果 真的调查出来的前果 但是 这个是很严重 所以有时候 对我们 我们的军人同袍啊 难免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 这个时候也必须要 接受啦 那 再来就是说 那以国防部来讲 目前还掌握 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可能的 这些涉及到 共铁 共铁 或者是 洩密的重要的军官层级嘛 我们有任何的线索都不放弃 都要追踪 这个部分有一个正常的国安管道 对各 每个阶段 对人员 各方面的环境 都要做一个检讨 我会提这些东西啦 当然有一些是现有些退役啦 我举 就是说 这个也不是说部 部会的分工 人民是不管政府内部 政府是一级的 因为委员有相当的高度嘛 在国安会待过 又待那么久的时间 应该看得很清楚 那我想 我刚刚讲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动讲话 后来也 当然我想 国防部也站在 国家的利益有所 这一个反驳啦 但是 最近又有一个国军退役的海军上将 沸鸿坡上将 在香港表示 两岸应该在两会 的架构下 增设军事小组 一方面可以强化联系 我不知道在联系些什么啦 另一方面 可以作为建立 军事互信机制的前置作业 部长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们看过这个新闻 你觉得 有发表一个 一个政策 这个部分我们讲 国家目前的政策 并没有改变 它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那你这个 他当然是代表他客人 他退休啦 我是说 这个东西会 大家会关心 就是说 他的看法涉及到说 两岸的这一个 这一个两会要增设军事小组 而且作为军事互信 这一个机制 那么 这个对台湾目前 是不是适合跟 中部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以及透过两会的机制 委员看结果论嘛 现在并没有朝这方面去做 政府两会也没有朝这样去做 不是结果论啦 你是不是一个方向嘛 那如果今天 这个退役费上将 讲出了你们的方向 那他自己退役的去进行 就像陈竹帆 对不对 中将一样 他觉得说 反正这个是大方向 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国防跟新防在一起 是受到很大打击的原因 你们的反应够吗 在这个事情上发个新闻稿 去讲说 啊我们按照既定的政策 有讲的也没讲嘛 喂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否认啊 并没有进行这个工作啊 所以 你去否认他你没有进行 那对这样的事情 稍微透过两会来进行 以及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前置作业 对现在并没有做 现在中共都透过联伍会 透过以党去领政 然后透过最后得到的政党的结论 然后我们政府要接受 同样这个东西在 以党处军事上的互信合作嘛 这个东西透过两会 我是觉得部长你回去好好看一下这个文 我看过了 我们专门有一个专报 像这个国安单位像长官报告 表达你们的立场对于这个样子啊 是不妥的 对 好 谢谢委员 谢谢